6年半没换代的modo3货将重出江湖 改款后的它都会增加哪些功能和配置 又会再何时与我们见面呢 回顾16年4月modo3刚发布的时候 在还没开放官网预定之前 仅靠门店排队预定 就让这台modo3的订单数量超过了11.5万辆 可见当年它的热度有多高 虽然已经上市了6年之久 外观看起来也并不过时 但随着国产新势力的不断增转加瓦 马斯克也终于走不住了 就在昨天据国外小道消息透露 modo3或将迎来全新的升级改款 优化零部件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 还会兼顾大家更看重的功能和配置 据说会像modoS一样 把仪表盘装回去 但小一认为还是坐以通风更实用一些 你说是不是呢 其次新款modo3的内饰 还将基于新款modoS的内饰进行升级打造 毕竟新款的S与Semi都已经取消了换挡拨杆 你觉得modo3还能逃得掉吗 另外动力总成与外观方面 也将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改造 小一猜测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 它都会变得更加激进且更加前卫 最重要的是 据知情人士透露 本次改款的modo3将在美国的弗里蒙特超级工厂 与咱们的上海超级工厂率先投入量产 并且把上海超级工厂的投产时间 定在了23年的第三季度 那你觉得传说中的modoQ会和改款的modo3一同到来吗 你又最希望哪些新功能出现在这台车上呢 评论区聊聊吧